接下來這則訊息要特別提醒大家了 除了有居家檢疫的規定要遵守之外 如果是已經被列為自主健康管理者 也要特別留意相關的規定 高雄就有一名女子 十一月底從菲律賓回臺 居家檢疫十四天期滿之後 應該還要在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等待進一步的自費篩檢結果 不過她還沒等到結果 就外出跟同事來吃火鍋 當然過程當中也沒有戴口罩 現在衛生局要依法對她開罰一萬元 我們看到畫面中的火鍋店 一整桌的客人大家都沒戴口罩 邊吃邊聊 氣氛相當好 不過裡頭有一名女子 才剛剛完成居家檢疫十四天 理論上還需要在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必須等到進一步自費篩檢結果出來之後 才能自由外出 不過她當天就跟九名同事約了供鍋吃飯 最後篩檢結果出爐 她竟然是一名確診患者 而對同桌甚至同餐廳的人 都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 衛生局現在也要求火鍋店關電消毒 還好目前其他人都健康 不過這名女子也因此得吃上一萬元的罰單